他的鼻翼相對的少 是相對的少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怎麼會使用這個原住民來替這些人講 這些事實上 這個書局裡面很多上網 被拿滑一下就知道 很多資料都可以從那個地方去 那我們要取得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要分辨 要有能力去分辨說 欸 既然這個很嚴重的問題 在我們身上發生了 難道我們不去覺醒嗎 因為這個 這樣的覺醒關係到台灣的未來 台灣我們的子孫 慶幸你們今天看到了這個 你們看到了這個地方 所以台灣人類有三種人 第一種人就是先知先覺 第二種人是後知後覺 第三種人是不知不覺 那不知不覺的人 通常這第三種人人口最多 因為差不多95%以上是這種人 所以要有5%的人是怎麼樣 是那種後知後覺的人 那有剩下一趴的人是怎麼樣 是先知先覺的 你們就是那一趴的人 可以自己掌聲一下 沒錯啦 這個沒有不過分對不對 所以 臺灣民政府 在臺民署長 2006年 帶來了228個臺灣人 去控告美國政府 控告美國政府讓臺灣人 坐在政治力當中 根據國際戰爭法的規定 被佔領地區 所以臺灣人都不懂 不了解這一點 臺灣人幾十年來 一直認為中華民國 等於臺灣 臺灣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講 他講我國的時候 很多臺灣人就那個對號 都說我國就是我們 臺灣世界各國 連中國都說 他不是 他不是政府也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不是政府也不是國家 在美國 美國的法律裡面 叫臺灣關係法 很清楚的記載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也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這個政府 被世界承認 臺灣也沒有一個政府 是被世界承認 既然臺灣跟中華民國 都不是國家 都不是政府 那請問臺灣是什麼 中華民國又是什麼 所謂他今天跟我們講說 尤其是在媒體渲染 告訴臺灣人說我國我國 他就是不敢講他是中華民國 也不敢講他是臺灣 為什麼 在臺灣講是很爽 在國外講他敢講嗎 你連進門都沒有辦法進門 所以就曾經在去年 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那個圖醒者 現在在市場 到了聯合國去年 進不去 他拿了這個中華民國的護照 不行不行不行 因為我們聯合國只接受 是國家的那個地位 第二個他就拿 那你還沒有別的證件 警衛就問他 你還沒有別的證件 有有有我有拿中華民國的身分證 然後這個沒有辦法進去 後來臺灣的人 我們臺灣民政府就有身分證 那有進手就直接跑去 那個聯合國 那個聯合國 我試看看 進去 臺灣民政府發行的這個身分證 是可以受到聯合國接受 聯合國都接受 那個代表一個很重要的行為 也就是說 在國際間流走 臺灣民政府是習得通的 中華民國政府發行的身分 是習不通的 就是無效證件 也就是說 我們原來手上 出了國之後 我們身上的 這個ID是無效的 來到臺灣民政府 取得了這個身分證 你們記得了 恭喜恭喜 可以了嗎 可以了 這是我的故鄉 三仙台 美麗的故鄉 三仙台跟大家報告 三仙台 過去不叫三仙台 因為阿美族人沒有在信 也沒有在信中國人 什麼李洞兵 何仙姑 李鐵拐 我們阿美族沒有這種神明 當時這個八仙過完 阿美族裡面也沒有八仙 像榮樣對不對 那這個阿美族怎麼稱這個地方 叫比西里愛 比西里愛 其實是羊的意思 有羊群的地方 因為三仙的特性 它會往海邊方向走 走到那個岩石 因為它的皮需要這樣的一些養分 所以它們會過去 這個地方漸漸漸漸 就形成了一些羊群聚落的地方 那當時的那個祖先就說 既然這個地方有新的夜場 我為什麼不進去 不進去烈谷呢 當時的這個三仙台 在大退潮的時候 人數都可以進去 可是到了這個藏場的時候 深處都不能出來 因為要有越來 所以附近部落的這些族人就說 欸 我們這個部落也要 那個部落也要 會成那什麼 本針 每個人都想進去到自己過頭 所以因此 阿美祖的祖先 用一個聰明的做法 來 我們來抽籤 來張譜 然後大家就開始鬥 誰的神比較厲害 結果 那一個 只要抽籤的那個部落 他就可以在那個時候進去受病 是這樣 這個當時的三仙台 是這樣 那現在三仙台 大家在看什麼 在看的是這個太陽 他三仙台的太陽 日出 在元旦的時候 基本上看不到 因為他都是平成 非常高的時候 我在那邊住了四十幾年 從來沒看過他的日出 但是四月份以後的 三仙台的日出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尤其到了六月到七月 八月的失望 到三仙台 看日出 命中率非常高 七月八月 是東海岸的旱季 就是不會下雨的時間 所以雲乘也少 晴空萬里 晴空萬里的代價 就是指外線 直接照射你的代價 所以進來這邊要注意防曬 要注意防曬 你看 這個是 那個已經上來了 這個就是 你不要看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日出 這個是夜出 這是月亮 很漂亮 很漂亮 我每天在那邊看 我都覺得 這裡好美 這是他的新軌 超級漂亮 你看 所以去那邊 記得去三仙台 不要只有去那邊 拉個石就走了 一定要在那邊消費 在部落那邊 住個民宿再走 那這個新軌真的很漂亮 隨時 即使不要天氣好 給我幫我拍到 因為在這邊沒有光 我看 現在這個流亡政府的 這個東管處 東部管理處 他們做對了一件事情 在這邊沒有射燈光 要不然一般的人家說 你在這邊做燈海 晚上可以看 那到星星就完蛋了 星星就不見了 這個光害 所以這個地方都暗暗的 這個有助於看新軌的這些 這些 去享受這些台灣的美好的風景 那東海岸這個去 因為東海岸是全世界十大的海景 排練全是大 那這個我們好好珍惜 把這個地方成為 這個台灣未來觀光的一個好奇處 把這個台石一線這個公路把它公園化 它是一個很長的帶狀的這些 這個 那個觀光景點 非常的漂亮 欸 長冰文化 八仙豆 其實這個也不叫八仙豆 早在五十年前六十年前就有一些 信奉這些觀音的人 跑到這個地方 在那邊 有和尚在那邊念經 然後就在這個地方就住起來了 不走啦 這個地方有海鮮可以吃 有那個可以吃 為什麼要走 就在慢慢慢慢 欸 有人投錢了之後 他 像有錢慢慢多了之後 就在那邊蓋廟 三十年前呢 台灣台東縣政府就跟他們打半生 打了三十年才終於把它放給人家了 那為什麼現在我要把這個提出來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觀念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說 這個八仙豆證明了台灣的歷史 跟他的非常長的這些人類居住的一個證據 八仙豆根據他這個專家學者的認定 經過探史室檢定 這邊在五萬年級的人居住 這個證明了一句話 就是台灣人已經存 台灣這個領土已經有人居住的時候 中國還不見得有沒有人 欸 人家騙我們 他們騙我們台灣人說 台灣的人都是從中國來的 這個都是謊言 這是詐騙集團的行為 那我們來看看 來認識一下台灣到底有了什麼 欸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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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旧石器時代的成物 6500年到3萬年 那這個成丁文化到現在大概 五萬年前左右 非常的悠久 現在的人類還在活著的人類 最久大概最少到6萬年 你看很早 非常早 那歷經了這麼多時期 一直有人類存在 其實在東海岸 東海岸一堆3000年以上的那個 這些證據 這個我們不用不需要那個 台灣人根本不是中國人 中國人最早來的一個人叫做陳帝 他就寫一個叫東方紀 為什麼要東方紀 因為那時候 他看到的全部都是蘋果族 這些台灣的原住民 在西部 因為當時的台灣人不知道 祖先從哪裡來 就去騙他們說 你們是從中國來的 那事實上不是 台灣的這些原住民族 都是從南 東南亞 南亞那邊上來的 絕大部分都是 幾乎都是 民滿清戰紀的台灣人的村落 稱之為番色 有沒有 很多番色嘛 像麻豆啊那些 有沒有 這些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你們自己的故鄉 這個都是當初人 那這為什麼要叫番色 番色的意思就是說 有沒有 四百年前住在平地的台灣人 都稱為平國族 這是他們的定義 那這裡有沒有 因為這一些人 語言不通 然後生活方式跟他們不一樣 所以他們住的地方 他們住的部落就叫做番色 是這樣的 好 再來 荷蘭南南北擴張 1624年 荷蘭南南進入台灣 每個台灣是什麼 台灣 名稱的由來台 平國族的 赤卡社平國族 然後在那邊蓋了 那個勒蘭之泉 這個 武器都還在那裡 荷蘭兵只有2000多個 單身未婚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一定會跟當地的人發生混血關係 來 約有6萬人 成為第一批的假漢人 所以西部的人說我們是漢人 那倒是假的 也都 都假的 事實上 4萬人是寫多了 我們就把它大概 不超過4萬人 3萬多人 當時在台灣住的 至少 六七十萬人 所以他的比例將近10倍 怎麼可能 是大量的漢人來到台灣 那是 又是在騙人 現在蔡振元他們在講 有大批的台灣 我吵不到任何史料 說有大批的中國人來到台灣 沒有 好 有沒有 自稱漢人的台灣人 正式已經改漢姓的唐商時 所以說客家人 那個漢人 唐商過台灣 根本就沒這回事 事實上 全部都趕回中國 這個歷史我們都很清楚 發生班的唐商 發生班的漢人的政策 有一萬多戶的台灣人 那種 滿清身乎所有不投降人 叫唐商班 投降滿清的叫做唐商班 原來是唐商班 唐商班是這樣來的 不是說你生出來就是唐商班 沒有這回事 大家都是唐商班 所以這裡有沒有 今天台灣的漢人 都絕大多數是唐商班變來的 這個變不了人 不肯漢化的原住民 應該向他們致敬 這樣算來台灣的都市原住民 才可以怎麼留錯 這是怎麼覺得 好 今天唐商班消失的原因 就在這裡 人為生班 如蒙古人其唐般見如土 這是一個他們漢化的政策 那這裡 這一段 生班殺人漢人幼 唐方當被唐人所 為父母者律其後 這些欺負平衍的人 有中國那裡的壓力 有官府的脅迫 但是呢 到了山上又有這些 山上可能會獵人頭 因為一直到了日本時代 日本統治時期 台灣還有兩個民族 還在獵人頭 一個叫泰亞族 一個叫做不能存 那以前大家都會獵人頭 所以 這樣的情形發生了之後 貧古主的人 父母親 為了考慮 後代 會截止截身水 因此 看罪去投靠 去當假漢人 好了啦 講禮男禮嘛 講跟他講一樣禮言 跟他信同樣的宗教信用 所以什麼一天到晚貓鼓落盡 一天到晚 剛剛講是講的 搞不好下次就講功落盡 不允許 台湾民政府執政 就不允許這件事情 那個這個 我們這個叫做 這個 算了 不想講 OK 分先後到寶島 五千年 有沒有 台灣族 最早是六千五百年前 就很早以前去了 而且你不要以為你這樣 這個都是沾上民族 我不是喔 有些都 有些是在平地的 這些平谷族喔 有沒有 希拉雅是平谷族 阿美族也是平谷族 哥馬蘭也是平谷族 凱達家人 都都是平谷族 欸 這個人你沒認識這個 林佳龍對不對 林佳龍一定高興的要命 為什麼 因為在台中地區 發現了重大的遺址 這個是台中阿嬤 這是他的孩子 那 那林佳龍說什麼呢 他說這次的考古發現 非常的珍貴 代表台中的歷史 不是看來哪一台 開墾了三百多年 這代表什麼 台灣人還不覺醒嗎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對 那 不是小孩子一直一千年 而是大步往前推到五千多年 既有人類在此活動 那時候已經有相當有名的演化 而且這個遺海不是只有 一句是48級排列整齊了 排列整齊了 所以 經過 經探十四年代檢測 檢定了四千八到四千年前 人類遺谷 是目前台中發現最早的十千對 在中國尚未來台灣 以前台灣就一定有 一群從東南下上來的 這一些祖先 他們怎麼稱呼自己 這都是自己 自己的民族就是 人的意思 阿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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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密斯是來自北方的人 來自北方的意思就是 有一天阿美族人 阿美族人叫防詐 你自己稱自己 是人的意思 他們就往那裡 因為阿美族算是 農牧業的游牧民族 他們會從北邊 這個開墾的時候燒 把這邊的杂杂燒完 就有肥料 肥料就種 種漢道 或者是小米 這些就是他的養分 阿這邊 一年一收嘛 收完了之後 就要轉移到這個地方 是這樣的一個牧師 你看台灣 不是只有這個東部的 這些野豬 就是一堆 一堆民族 欸 今天我們來上課 就是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了解 台灣這個地位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從1895年 台灣為什麼會割浪給日本 不是因為台灣的問題 而是朝鮮的問題 朝鮮的問題爆發之後 為了誰才是他的 這個要朝貢的對象 所以因此中國跟日本產生的觸動 解決朝鮮的問題 中國把台灣丟放 就賣給日本 也不能講賣 就是說 因為你沒有錢陪人家 這個叫割地的培款 你沒有錢陪就割地了 就把台灣毫無考慮的 就把它割浪給 今天台灣跑了 就說台灣就變他們的 台灣也從來不是他們的 因為剛剛是證明 台灣並不是他們的 你可以幫我播那個 第一個第一個 來 正氣很多了 我們來看 來 在哪裡 來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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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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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预计 考古学如何带出新惊喜 让我们学会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 考古学家认为最迟在两百六十万年以前 人类第一次拿起石头当工具 并以枪打方式制作石器 从此进入了旧石器时代 当时人类主要过着渔猎或采集生活 直到约一万年前才进入到以琢磨方式 制作精细的石器 迈入了新石器时代 较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人类 使用较为进步的工具 成为优势的族群 他们很快地取代了亚洲东南部原有人种 让他们的族群快速地减少 只留下许多的遗址 到了距今约一万两千年以后 更新是最后的冰期结束 海水未上升 这是否影响了长冰文化人的生活呢 长冰文化人到底是在何时消失的呢 至今又是考古学家极力解开的谜题 到了距今约六千年前左右 大本科文化人航行到台湾 他们沿着台湾海岸活动 慢慢地在沿海的沙丘和湖地 以及澎湖群岛都出现了他们的足迹 在台湾东海岸所发现 年代再四五千年前的大本科文化 以及其后的戏神文陶文化 是由西海岸迁移来的吗 他们与原来居住在那里的长冰文化人的后代有关吗 还是不同文化人群 彼此接触与影响的结果呢 大本科文化是台湾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 拥有很好的制陶和磨制石器的技术 从出土的桃片及石器来看 可大陆的可秋棚遗址 及金门的富国墩遗址 年代与内容都十分接近 莫非就是他们开始使用台湾域 而他们的后代则带着台湾域 出走到南中国海周边地区 千万千万万会 osho 你it的 听到了 有一天韩国人告诉中国人说 中国人的祖先白治约韩国人 中国人当然不高兴 因为他们号称有千里文化 两千里是神化 结果有一天这个人就告诉韩国人 韓國人的祖先源自於日本 韓國人當然有不少 那日本有一天他們就很認真很用心的 審視自己告訴自己說到底我們的祖先怎麼來 後來他們最近研究發現 他們是從台灣來的 也就是台灣就已經成了不是只有這一些 這個南島五族的祖先 他甚至連中國連日本 韓國跟中國 都是從台灣 衛星好像爆發出去 所以我自己要很清楚 要清楚了解自己 明明你就是那個 最先的那個結果來加上 錯誤的訊息錯誤的資料給你 你把自己給放棄 那所以台灣人一定知道了這個訊息之後 一定要自己站起來 一定要自覺 告訴自己說我們應該要回到正確的道路上面 今天我們找發現了這個問題 在2003年 林秘書長 發現了這個 這條路 他發現了這個台灣的地位 他是一個台灣地位的發現者 或許他不是第一個 但是他至少他把 國際戰爭法的這些 這些法律 把它引進到台灣的歷史裡面的時候 就發現 過去我們所知道的這些 歷史觀都是錯誤 但是我們回頭想看看 我們 這個周遭的這些台灣的人 他們願意走出這條 這這這步路 他們走不出來 他們為了明天的生活 所謂而努力 事實上在台灣是這樣 其實台灣人都對現在的政治 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那個 只是一段的激情 選舉的激情 讓他們扶起來之後 當他們發現我們 扶植的這些政治的路 並不是為了他們的 這個幸福在著想之後 大家都覺得很沒有 沒有那種 那種心 常常在坊間都聽到 這些台灣人在怎麼說 管他誰執政 誰執政都一樣 既然是這樣 就 也就 印證有剛剛所講的 95%的台灣人 可能 不知道 台灣要走到什麼方向去 那我們真的是要依賴 這一些革命先行者 這些百分之一的人來 一直延續 坚持 這個方向 這個機會才會 達到我們所要的一些目標 那1895年 以台灣的問題 事實上 從那個時候 台灣的地位 從那個時候 產生了 絕對性的那種 變化 在1895年的台灣 當然它是過的那種 比較部落的方式 比較原始的方式 它並沒有 很全面性的 這個 過著那個比較文明的 這些教育 一直到日本 帝國來到台灣 才開始 才一次性的 把台灣統一起來 日本 大清帝國也好 在正成功也好 它並沒有能力 把台灣整個統一起來 它是局部的 在西部平原 找了幾個比較 容易到達的地方 來去做統治 中央山脈以東三分之二的 台灣的土地 並不在 大清帝國的 管轄範圍內 所以因此 當發生了 牡丹色事件之後 日本人要求 那個大清帝國 你們必須要給我一個 一個交代 你們竟然殺了日本人 這麼多人 不是幾個 那 這件事情 才 驚動到 大清帝國的朝廷 必須要有一個 做法出來 所以因此 日本人要求這件事情 討朝廷說 你們台灣的這些官方 到底是在幹什麼 結果官方的答案是說 那個地方叫 化外之地 不在我們管轄範圍內 這個這件事情 這句話 表示 證明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時的台灣 台灣有三分之二的土地 不是大清帝國 說外相 也就是有一半的土地 是在 日本帝國在 1915年以前 完成了統一 台灣這個領土的人 跟土地 才完成了 所以誰才是 這個真正擁有台灣的 長的主權 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日本帝國 根據國際法的 這一些 步驟 1111的把 台灣 納入了 日本領土 一直到1945年 41月1號的時候 台灣正式納入了 日本帝國的版圖 憲法版圖 或者是 法定領土 因此 在這個法定領土的 這個 範圍內 他就必須遵守 日本帝國的憲法 日本帝國 這憲法 你跟台灣人 跟日本人的 地位同等之後 他們 他們就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在台灣 實施 徵兵的動作 就合法徵兵 那時候的日本帝國 就非常遵守 這個國際間的 這一些 遊戲規則 那台灣另外的歷史軌跡 從1895年 一直到1952年 我想這個我們稍微看一下 就好 其實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都是我們重要的歷史 好 我們要認識 台灣帝國之前 我必須要 搞清楚 在台灣的身上 有兩個條約 這個兩個條約 相當於他的 所有權狀 或者是他的身份 身份的一個 證據 那大東亞戰爭 造就了 現在的台灣人 處在這個列印當中 那我們 在 進入到大東亞戰爭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 原來 原來當時的大陸 帝國的想法 那我們先看看這個帝國主義 當時就是 奪取民土 統治另外一個正宗 政治經濟控制 當時的這個 那個時代的 英國 歐洲國家 為了表示 他們是強盛 強大的國家 他們是以 殖民地的數量 殖民地的大小 來去認定這個國家 有沒有強盛 所謂歐美歐 歐洲的國家 一窩蜂就來到亞洲 來到美洲 進行掠奪 進行掠奪 有沒有 戰略物資 緩衝 交通線的控制 他們尤其到了 從歐洲的門戶 到了這個要到亞洲的 那個 入口的時候要經過 馬六甲 海峽 在那個地方 新疆 就是日本 英國的殖民地 很多國家 都在那個地方 像印尼 有這個荷蘭 東印度公司 在那個地方 那他們 他們都在那個地方 每個國家都有份 尤其是英國在 那個時代 是 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擁有 四分之一的 土地跟人民 屬於 日本 帝國的 英國帝國的 勢力範圍 有沒有 在歐洲國家 殖民的列表 葡萄牙 荷蘭 西班牙 法國 河國 通通有 英國最多 義大利 奧雄帝國 跟比利時 通通都有 反對歐美列強 治理 亞洲 這個就是當時 日本帝國的 一個政治號召 我們亞洲人不應該 再被這些 歐美國家 所掠奪 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人 不能被他們 無謀 所以一直提出了 所謂大東亞性秩序 也就是說這個游行規則 由亞洲人 自己決定 當初這個國家裡面 只有兩個 一個叫做 日本承認的 一個叫做 馬中國 第二個叫做 中華民國 日本福祉的兩個國家 他們要在 政治經濟文化建立 連環關係 有沒有 大東亞的規模 日本國 蘭州國 中華民國 汪經惠的 汪經惠才是中華民國的 正統 有沒有 一直到了1943年 大東亞共同簽約 完了 有好幾個國家 有沒有 連泰國 緬甸 北地賓 通通都在裡面 好 哎 怎麼又沒了 有沒有大東亞 重大的那個範圍 好 中戰條約的台灣 馬關條約我知道了 你們有沒有看過 馬關條約 有沒有看過 馬關條約原文 有沒有 我讀書的時候 是怎麼樣 他說 日本竊佔台灣50年 中國 我讀書的時候 這個 中國人告訴我們說 這個 日本竊佔台灣50年 我來 我們來看看 這個條約的 真正的內容 我們注意看 螺子的部分 這個是 中日馬關條約 18950 4月17號 生效的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陛下 未定立合約 比兩國 及其成名 從修平和 共享 幸福 度節分來之代 請問 誰跟誰在簽約 誰跟誰在簽約 是 國家跟國家在簽 還是皇帝跟皇帝在簽 皇帝跟皇帝 過去就這樣 天下之大 墓灰黃土 土地的我的 你們可以用 你們可以使用 你們怎麼認為 可以 既然這個才是原文 這個才是那個 為什麼我們 在讀書的時候 這些課本 不秀這些文字出來的 不敢秀 因為整個 讓台灣人知道的時候 發現他是大騙集團 OK 真的是集團啊 他是整個教育 所以又是一個錯誤的一個教育 台灣全島 付出代表 我們注意看 這個地方 有兩個島 一個島叫台灣島 一個叫 澎湖島 從這個過慶 以前台灣是這兩種 台灣跟澎湖是分開的 可是到了台灣關係法 台灣 跟澎湖是 一起的 我們要搞清楚 這一個 好 這個我們就帶過 不要一個這個 好 無力征服高砂族的領域 當時這個 老人家 我們那時候老人家 我們去做天液調查的時候 我就問老人家說 你為什麼要跟日本 離開 老人家說 我們幾千年下來都好好的 都是部落自主 為什麼要給日本人管 就反生了反抗這些新聞 日本人認為說 這個台灣我已經透過條約 取得了台灣的主權地位 為什麼 這些人要 對我反叛 所以因此要去做 政府的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高砂地區 提出意見 因為美國對印第安人的 政府經驗 就問了美國人 美國人就告訴他們說 我們來研究剛剛 這些佛額摩沙島內的高砂地人 自日本帝國取得台灣以來未曾服從 不過 不斷對帝國主權持續翻譯 確實 我剛剛也講過 那 他們開了就開了 開了開了開了知道嗎 有沒有 一級各讓條約 程序大新帝國主權於日本帝國 OK 剛剛有這個在裡面 好 討論之後 會議結論 翻帝國主論 什麼叫翻帝國主論 所謂部落自主就是說 這個部落辦活動 或者這個部落要做什麼 他有自己的傳統名 只要這個傳統名被侵犯的時候 這邊的族人就有位置 打擊另外一個侵犯的這些 那個部落 是這樣 那部落因為這個 所謂的 這個國際定位 國際法人定位 就是 你不是政府 政府就是把 統全部把它 統管在一起 不管你什麼組 你什麼集團 我統統管 成為一個 類似政府的 這個組織車 這個國際間 才會承認 你是政府的一個地位 可是在台灣 從來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在那個幾 幾千年來 都是部落管自己的部落 所以他們的決定 就翻帝國主論 比如說 如果真的要這樣的話 如果說 顏作民有自己的政府 我們就可以搞 我們就可以跟 日本帝國談判 或者是跟聯合國 我們有自己的政府 是不是可以獨立 對不對 所以 那個時候 翻帝 他們討論之後 翻帝無主任 也就是說 你們不是政府 所以你們不拒法人 國際法人 資格 所以 國家對此判定 狀態 的身分 擁有討伐權 生殺於國 為我國家處分權 的範圍 所以他們就開始 來 彈部樓就打了 鼓勵征服高砂 整個領域 這個是我知道的 因為太多了 就騎人 兩個地方 阿美族 一個帥 騎腳川 500到600的年齡階層 一個年齡階層 500到600 是算很大的人 這個 這個部落 我這樣看到大概有超過1萬 這個部落 非常大 所以日本人看到這麼大 龐大的豬肉的時候 他們會嚇到 他們有組織 自己的一個 捍衛 自己家人的 一些人群 那 為了瓦解這個人群 為什麼阿美族會在那個地方會有那麼多人 是因為要敵意太魯格 因為太魯格主會列人頭 所以敵意他們 太魯格主就在那個河流 將好 這個河流 以西裏的 都是我們 你們進來我們都會殺你 我們過去我們 你可以殺我們 這樣子 講的一直到了1909年的3月15日 舉行和解 歸順儀式 歸順儀式是很關鍵喔 也就是說 日本人已經達到了一個決勝的優勢的時候 就跟當時的阿美族人談說 欸 你們怎麼樣 你們要不要投降啊 或者是 如果你們不投降也可以 你們就離開這個區塊 這個領域 如果你們不離開這個領域 那我們就不得不消滅你們 只有三條路 最後 祖先 想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繼續把這個 民主留存下來 所以因此在3月15日的時候 跟日本談了和解儀式 舉辦了一個儀式 說我們願意成為 日本帝國的 這個 天皇的成名 天皇成名 之後呢 過三年 1910年 過兩年 再成功 就三仙台那個地方 也發生同樣的事情 抗疫的事件 最後就在這個地方 舉辦和解儀式 你看那一件事情 驚動了總督府 台北 宜蘭 台中 台南大 台東的 這一線 日本軍隊都跑到 我們那個地方 圍剿 阿美聯軍 其實那時候 第一時間 並沒有被解決掉 後來請了那個 台東的這個 馬郎部落的大頭目 叫我們 亨亨大頭目 日本人就請他來調解 最後 最後 部落才接受 和解 所以 因此 前面上 人最多的這些民族 就 海岸線 就被日本帝國 震 然後就進入到 整個 治理的時期 這裡的時期 所以 阿美族 跟其他的族 都被 日本帝國 打敗 同意了 所以只好 好了 那你 只要保存 我們的民族就好 那我承認這是日本帝國 日本天皇的 獨地 就這樣解決 這個問題 霧色事件大家最清楚 所以 高砂族 抗日 與大清帝國 有什麼關係 他們說 1896到1920年 台灣的原住民 死侍 先後發佈 121次的武裝 抗日行動 尤其是 1931 包括霧色事件 最有財 這個霧色事件 我們很清楚 好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1896到1920年 台灣的國際地位是誰 台灣已經擱讓給 永久擱讓給 大陸的帝國 所以 怎麼 台灣人 這個原住民 跟日本抵抗 是為了中國嗎 為了大清帝國嗎 笑話 太沒鬼了 第二個 高砂族屬於大清帝國 不是 從來不是 從來都不是 高砂族抗 跟他們有什麼關係 我就曾經有聽過 一個台灣大學的教授 講這個 謊話 他說你看那些原住民 就是因為 就是為了祖國 祖國他講中國 來跟日本抵抗 所以台灣人相信這樣一個論述 這個是比較不可思議的部分 好 你看日本統治自己 我有一塊地 我不經營 但是放在那邊放費 不會 我要投資金 要花錢 要花錢 要心思 把這個土地 弄到 確實台灣這個地方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經濟的轉運戰 轉運的點 他到 西到中國 北到日本 南到 菲律賓 到南海 到了馬來西亞 到越南 台灣是一個 中心樞紐 他有絕佳的地位 東部可以到 太平洋 到關島 到 美國去了 那他們 第一個下手 就是教育 因為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美國金政府 這個 進入到台灣了 台灣民政府第一個要做的就是教育 我們把 引有的中華民國的這些 全部把它 我們重新來 這個叫 打掉重念 打掉重念 從司法 他們現在喊說 司法改革 什麼 什麼改革 改不了的 絕對不可以改不了 為什麼 你這個 不當黨產委員會 放完之後到了法院 通用無罪釋放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不要不要騙人 完全沒有 為什麼 法院還是中國人開的 這個 這個 中國統治當局嘛 我講的沒錯啊 法院是中國人開的 沒錯啊 你看出審 給你國 到了二審 通通沒事 搞最高法院 更沒事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目前 在台灣 對待台灣的法院 是這樣的 他會看等一下 你是 你是我們的 我們族群的 來 你怎麼打都輸 你花再多少錢都沒有用 這是我的經驗 真的 來 有沒有人看過這個人 有沒有 不認識了 認識那就不得了了 來 這個認識吧 真的啊 他已經2019年 就完成退位了 因為面臨要 日本要修憲 一定修憲的啦 中國人說不會不會 台灣媒體說不會不會 日本的事情 跟你們中國人什麼屁事 沒有事 他們要說他們的事 他們的權利 就好像我家 要 要擺設什麼東西 要經過 鄰居的同意嗎 應該不用了 或者是跟 我的遠房 我的遠房親戚來 同意嗎 不用了 或者是 我 譬如說 我今天我的廁所擺在什麼地方 我又被我問穿衣服 不用了 這外擺機 跟他什麼事情 好 這個 現任的嘛 對不對 這個應該知道了 他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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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來注意看這個 底下這個 一百二十二代 一百二十三代 一百二十四代 一百二十五代 到現在 在過去都是死掉的財幻 你看嗎 一八 一九八九 掛了 一八 一九八九 有沒有 一九二六掛了 一九二六 死了 就要繼承 他雖然風光大戰 所以 他認為說不需要 現任天王 如果嫁風了 整個國家是整個要 那個國三 所以他說沒有必要這樣子 所以他說我希望能夠 申請特務是這樣 那 安倍晉三就要面臨 修憲的責任 好 知道了這些代事之後 就知道 你們就知道這個人是誰 這個是神武天王 日本的第一任天王 在公元前六百六十年 二月份的時候 再有期間七十五年 好 總共兩千六百七十幾年 有一次老師告訴我們 他說日本的祖先從中不來 因為有一個人叫徐甫 那時候是秦始皇的時候 他想要長生不老 所以他要去找長生不老樣 結果他要去之前 跟秦始皇講說 我要拜最漂亮的妹妹 最好的那個 一慶到中 到了日本之後 就一去不復反 就成了 日本的祖先 這個叫笑話一通 你看日本天王 你看日本天王體制已經 兩千六百七十幾年了 大清帝國成立的是 西元前三百 兩百三十年 他們差了四百年 所以那個故事是什麼 假的 假的 來囉 真的是 太狂窄了 好 我們繼續 台灣人把天王給消滅了嗎 這也是一個報紙的文章 但是這個裡面 有一點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一個錯誤的人 他這個 為什麼會背起這個 如果台灣要獨立 你就必須要把天王消滅掉 台灣有能力消滅到天王之後 你在喊台灣獨立 但是台灣除了天王之後 要消滅之後 你還要消滅美國 因為美國有台灣的管轄權 所以兩個主權在 兩個強大的國家當中 那 這邊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說 這裡有沒有 1949年元月 從重慶打電話給陳儀說 台灣法律地位 以主權在對日合約就是指 合約就是指 就機上合約條約 未曾以前 對日合約是指 台北條約 以前 不過為我國 一托完畢的 也就是說台灣不是 怎麼做到沒有 當時的 台灣還是 日本的領土 日本的領土 有沒有 當時台灣還是 日本的領土 所以這個沒有爭議 也就是在 就機上合約條約 以前 台灣還是 日本的領土 那 根據主權在 連著台灣 台盆主權 就落在台灣的 你手中 這個錯誤的人子 因為這裡 日本放棄台灣盆古 一切潛力 潛力 民意要求 有沒有媒體現在 一直在喊 在推行說 我們要承認自己的國家 我們要自憲 如果是這樣 我們來辦公投自憲 我們就成立一個 主權的國家 中國民國想要造一個 那個主權的國家 我也不反對 你們去 小島那邊 去成立一個國家 不要在別人的土地成立 要不然就回到 重慶 那個 南京 或者是 陪兔 重慶也沒關係 到南京 因為中華民國 是在那邊成立的 你就回去那邊成立 跟中國談一下 就好了 你讓一個南京師 給我們 中華民國好了 對不對 看他要不要 那就形成了 中國 這有可能嗎 那是不可能 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是什麼 佩人的啦 這個給自己爽的 所以根據主權在民的原則 什麼叫主權在民 所有才講 為什麼台灣人把天皇給消滅了嗎 主權在天皇手上 什麼時候到你 台灣人的手上 台灣人沒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嗎 沒有嗎 你告訴我 日本什麼時候給你了 有沒有 沒有 哪一個條約說 日本天皇把台灣 給台灣人 有沒有 沒有 美國有沒有一個條約說 台灣拿給台灣人 有沒有 沒有 所以台灣有沒有獨立的問題 沒有 有沒有同意的問題 也沒有 所以不管是同意 是獨立 那個都是什麼 中國的陰謀 都是中國的陰謀 他們希望台灣獨立 然後就引發戰爭 他們不希望馬上統一 因為他要併吞台灣 就是這樣的概念 讓大家知道 有沒有 剛下課 昨天 他們倆的建立 有一天川普也會來找他 很快的 我們就打他 對不對 有沒有 人家多有禮貌 好 主要占領全國 依據條約正確形式 來 主要占領全國 什麼叫做主要占領全國 戰爭期間 交戰國雙方 就一定會有征服者 跟被征服者 戰士的國家就叫征服者 那美日戰爭的征服者是誰 美國跟日本的戰爭 太平洋戰爭誰勝 美國對不對 這個 未來這個都不知道 對啦 是哪個國家要轟炸台灣 美國嘛對不對 有那個很老 60歲以上的老人家說是日本轟炸台灣的 1945年台灣是誰的 日本帝國 我剛講過1952年以前台灣還是日本帝國的 所以怎麼要轟炸 日本轟炸台灣 自己的國家 那如果日本真的要轟炸自己那就轟炸皇宫最快 所以那也是被騙 那 美國跟日本交戰之後 美國贏了 美國就成了 台灣的主要戰力圈 對不對 因為要簽那個 贊合條約嘛 就說賠償 我死了那麼多 把那麼多錢給你打 你必須要賠償 我沒有錢怎麼辦就只好 土地給你用 免費給你用 那你是那邊的利益 你自己用 好 23條說 這是舊金山和平條 我剛剛講過嘛 胎